各位錢寫 大家好 謝謝 很榮幸 已經到瑜伽師這個最上聖文房 因為霍學也找很久了 都都找不到 然後之前就是認識陳蔣師 然後剛好在霍學在川普大學那邊學習 剛來陳蔣師一直跟霍學講說 有一個很好的課要來上 那時候剛好霍學在中德大學那邊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都比較有活動 大家不知道 然後怎麼可能去那邊來上這個課 然後就一直推 就沒有來上 後來就是剛好霍學的身體出狀況 然後就把大學那邊的工作辭掉 吃掉了以後就跟 後來就來找陳蔣師 陳蔣師說 你不是要聽嗎 要啦 要 然後他跟霍學講 然後霍學就來跟陳蔣師來聽那個林蔣師的課 然後後來聽了以後才知道 我聽 我就是要找這個啦 因為後學之前在道場上 就是這樣子一直在 怎麼講 一直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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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個就是這個 可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覺得說這個很空虛 好像不是這個 內心上真的很空虛 然後我以前就常常跑去那個佛堂啊 在那邊磕頭 然後求老母慈悲啊 說 我要找的那個 能聽到佛法 讓我內心能提升 可是找很久的常常 找很久一直磕都沒有效 然後一直在那邊 在佛弦那邊掉眼淚 在那邊哭就對 我說我們都找不到 然後我要的就是怎麼樣 一直就是把自己想要的 跟在佛弦這樣講 然後真的到剛好是 可能是 有這個機緣吧 剛好就是 陳小師叫佛弦來聽 女老師的課 然後慢慢的就是 嗯 才知道 女老師講的課 這個最上生活 才是佛弦想要的東西 然後覺得內心很充實 因為這個要一段時間 來聽女老師的課 慢慢熏息 那個內心的髮喜 沒辦法用原語講的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很遠福氣 覺得常常跟陳小師講一句話 我們何德何能啊 能聽到這個 這麼好的課 然後你看女老師都 有時候都講到沒聲音了 然後你看她每次都跑 台北啊 然後基隆這樣跑 你看 然後台北又 基隆又常常下雨 她又這樣子 我們都可以缺課 她都不能缺課 那個心 她救我們救眾生的心 真的是 那種菩薩心腸 慈悲 花了那個大願力 那個慈悲心 我會覺得真的是 很感動 真的是 所以每堂課都 她到哪裡 慈悲都會跟 就這樣子 我真的是難等 找了那麼久才知道這個 所以 希望大家跟 慈悲也跟大家一樣 來聽 繼續 繼續來聽 那個 法味都會出來 發喜自己會體會到 好 後學也講到這邊 謝謝